1月12号的国拼赛程锁定 男担跟女担都会展开巅峰的对决 马林教练将会锁定女双的比赛金牌 并且刘国良将会具备两大底牌 更好的去冲击拿到冠军 我们讨论一下两个国拼的看点 第一大看点 国拼1月12号的赛程锁定 男担跟女担都要决出 接下来新一轮的决赛圈名额 谈到接下来的比拼 大家要发现 无论是男拼还是女拼 都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女拼的七大金花 也将会去决出下一轮的名额 男子的乒乓球队 同样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值得大家期待 首先要提到的是女拼的当打项目 1月12号网上的6点钟 即将开打的四游 陈兴同对战韩国队的升聚兵 而00后的前天一将会对战杨晓星 与此同时到了6点35分 将会由陈梦面对朱千熙这位选手 而网上的7点10分 由世界排名第一的孙迎莎 将会跟张本美和展开对决 国平队伍的张瑞 将会跟韩国队的田智希进行对战 而王曼玉面对中国台北队的郑宜静 然后到了网上的7点45分 则是由王一迪面对着倪夏莲展开对决 其中女子的乒乓球队呢 确实竞争十分的激烈 我们国平的7位女将到底能否成功晋级到8强呢 在接下来的冠军争夺大赛中确实让人期待 刘国梁以及马林教练呢 也会全场支持女拼的球队 共同去包囊接下来的比赛胜利 然后再来提到男子的乒乓球队比赛 男拼的队伍呢 同样是12号的下午6点钟展开对决 首先由林斯洞去面对着打科 与此同时 6点钟的这一场林斯洞的比赛打完之后 到了6点35分 将会由房正东面对韩国队的林中勋 梁静坤面对日本队的护上悬抚 7点10分则是由林高远面对韩国队的张于真 7点45分由马龙面对着普卡尔 还有王主琴面对莫雷高德 在打完了男拼的当打 以及女拼的当打项目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双打的比赛了 第二大看点 我们将来讨论到马龙跟刘国梁将会锁定第一枚金牌 因为国拼的第一枚金牌呢 那必将是女子的双打项目 由陈信同跟前天一这两位关键的搭档组合到一起 即将要去面对着 逍遥西搭档上的迪亚科奴 这一对女子双打的组合 其实国拼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 陈信同过去的女子双打实力非常厉害 前天一作为00后的选手 同样在女双的项目当中具备更大的竞争力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足够的信心 相信陈信同跟前天一有足够的能力 迎向女子双打比赛的冠军 拿到本届多哈大赛的第一枚金牌 因为本届的女双项目就了解 马林教练跟肖杖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给到了国拼队员很大的指导 同时刘姑娘也在心态和球技这两个优势上 给到了国拼队员很大的一些关键的辅助作用 希望国拼的队员能够在赛场那中打得更加的坚定 同时赢得更加的顺畅 让人十分的备受期待 与此同时男子的双打比赛呢 我们接下来再约定好新的时间开打就可以了 其中1月12号将会决出男拼跟女拼的当打八强 还有包括了女子双打比赛的冠军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拼的女双能够赢下金牌 击败国外的选手 同时当打的男拼跟女拼都能够很好的包廊前八名更多的名额 这样国拼队伍在多哈大赛很大概率将会包廊光压几军 我对国拼的队伍也是十分的认可和支持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刘国人跟马林的大队能够赢下冠军 大家是否支持国拼的球队呢 一起为国拼点赞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